再来看到遭遇或目睹这个性别暴力时 该如何采取有效的预防策略 那么由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所设计的号召吹敌人桌游 日前在花莲劳工娱乐中心 办理了东部场次桌游种子的师资培训 与花莲先议员杨华美合作 那么邀请了这个花东两线多位的学校老师 社工等专业人员参与 期盼能够深入社区或校园 宣导性别暴力领容忍目标 由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所设计的号召吹敌人桌游 以说出人桌游为原型延伸设计 以中古事迹为背景 以事件牌呈现各种性别暴力状况 路人牌则代表协助暴力案件的人物和物件 日前在花莲县劳工娱乐中心 办理东部场次桌游种子私自培训 邀请花东两线多名学校老师 社工性别暴力防治专业人员参与 那这个策略有可能是直接介入的 那有可能是间接的 那有可能是类似说 可能稍微幽默一点的 那的方式能够让暴力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 就可以介入 然后再阻止或预防一些性别暴力的发生 那又有这样预防的动作 所以以后可能对发生一些重大约案件的时候 社区的危害案件的话 其实就会比较减少 因为刚开始就发现了 所以就赶快介入 那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一直在推行 初级的性别暴力的预防 就是这个原因 虽然其实一套桌游 可是玩法有好几种 所以我们就透过各县市的一些 北中南东的一些巡回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去玩 那大家玩了基本之后 他就知道说 用怎样这种基本的玩法去衍生说自己属于自己可以玩的方式 然后再去带去社区 带去机构 带到学校里面 去跟学生谈跟玩的部分 那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媒财的使用 就是性别暴力 不管是性暴力 家庭暴力 各式的性暴力议题 然后能够透过桌游这个媒财这个工具的使用 让更多的人知道 当碰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帮忙 那我想 暴力这个议题 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进入 以前是法博入家门 那现在已经很多的单位都可以协助 不管是社会 社政 警政 教育 卫政 那其实是大家都应该要一起来维护 这个民众的人身安全的 那最后很希望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工具的使用 希望能够推广更多 不管是学校也好 然后社区据点也好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暴力的维护这件事情 张开我们的双手 双背 保护这群受害的人 那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东部厂赐与花莲现议员杨花美办公室合作 透过桌游 以游戏与故事的方式激发民众创意 学习教育或目睹性别暴力时 如何采取有效预防策略 再透过专业人士协助 深入校区校园宣导 希望在性别暴力初期 就能尽早介入处理 让花莲能达到性别零暴力零发生的目标 记者长包业花莲师报导